这个呢就是蝴蝶兰了,好多的话说老花一讲蝴蝶兰怎么养,这那那的,关于这个花剑剪不剪,这那那的,有很多的一些疑问啊,我跟大家说啊,蝴蝶兰你看它的一个长势吧,你看我这个,它旁边已经长了一根新的花剑,那我这个老子就肯定不要它了,如果说旁边没有长新的,那你就可以找一个饱满芽点的一个位置,你给它剪掉,对吧,因为它有时候呢会从这个地方,它会再生出来一些个芽点,你看到没这里,看到没,它会再长出来一些个叶子, 甚至说它会达到一种什么程度呢,在上面再重新长一株蝴蝶兰起来,这个都是蝴蝶兰的一个特性,那我现在边上已经有了哈,我这一根我就不要了,就可以齐根剪掉它了,齐根去剪掉,就这样就行了,这一根呢就可以拿掉了,然后呢有的话说,呀蝴蝶兰这呢,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根系,我大,大部分时间是裸露在外的,这种根系长得像一个蚯蚓一样是吧,这种东西呢就叫肉质七生根,它蝴蝶兰也是一种腐生兰,我下面浇的水比较多,有的话说, 那我们可以这样浇水吗,我的花盆是很透气的,我里面用到的这个土壤,包括它的一个通风都是蛮好的,我们空气湿度高,通风也好,这是我刚浇过的水,所以说你看起来像水多的样子,我给的光照也不多,你家里面空气湿度不够的时候它不会长这种根,就这种很饱满的根,这个叫气根,它的老根已经死掉了,你看到,它的老根有的已经就死掉了,已经就要不行了,老化了, 但是它会长新的根出来,新的根会慢慢的取掉这个老的根,它上面的这个,你看,像人的手都一样,上面有很多的菌群,一旦附着在上面,可以把以前的那个老根给吃掉,就给它们分解了,所以说你一定要盖它这个点,那后期这个呢就可以去长了,慢慢的去,让它再度开花,之后呢,咱们把这个给它做一下牵引就行了,让它长得更高一点,好多的话,我总是问老化一,我蝴蝶兰用什么土,这了那了,我跟大家一会说,蝴蝶兰就是富生兰,富家提的那个富, 它主要是,主要是,它的一个根系是肉质气声音,你配土也好,干什么也好,尽量的维持一个排水透气,空气湿度高一点,不怕,它原生的那种,野生的环境,就是很潮湿的那种感觉,你要是家里面很干燥,你肯定养它的时候,这种花泻了,在那那的各种不好了,肯定会出现那种情况的,所以说花耳末也要盖成这个点,然后我把这个剪掉,还有一个部分原因,就是因为它已经,上面这个叶子已经老化了,因为主要的,还有一个点, 就是它已经长新的了,我就把这个老的给去掉了,其实不去的话,这里还可能会再开花,你看到没,还有花泵在长,还有花泵在长,那剪下来的一个,其实可以尝试去给它掀插的,好了,然后咱们尝试现在玩一下,看看这个到底能不能活,给它摁到头里边了,万一活了呢,不活就拉倒了,玩呗,你主培的时候呢,它基本上是切的很少,它植物它有一个特性,就慢慢来吧,之后呢,就正常的养护啊,花耳末,关于这个花耳末, 花剪剪不剪,还是跟大家说了,如果说大家不剪,还能优化,有那个饱满的雅点,它可以再从旁边剪,如果说旁边生了新的,你就把老的去了,你不要纠结了,养兰花都差不多,好了,如果说有其他养花问题的,可以视频啊留言,我是老花一,养花自然一,绝不收集,点赞啊,白了,嗨,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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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嘿